最短命的航空母舰 信农号 信农号航空母舰可以说是二战时期最倒霉的航空母舰 第一次出航就被美军潜水艇的鱼雷击中 仅仅出航17个小时 创下了航空母舰最短命的世界纪录 其实信农号一开始就是一艘战舰 日本因中途岛海战惨败 损失了四艘航空母舰 为了弥补海军的空中力量 于是决定将110号战舰改造成为航空母舰 由于时间仓促技术工种不足 信农号于1944年11月19号仓促完工 所以看起来就像个怪胎 上半部分是航空母舰 下半部分是战舰 与其他航母相比 它拥有超强的护甲 防护装甲一共用掉了1.7万吨钢材 因其还有1137个水逆隔舱 理论上即使遭到水下攻击之后 也不会有大量的海水涌入舰体 所以又被称为不成航母 于1944年11月28日下午6时30分 信农号在三艘驱逐舰的护卫下 驶向内海军港 虽然是秘密出港 但是很快就被美军潜艇射水渔号发现 因其外形怪异 美军认为它是日本游轮 所以信心满满地想干掉它 在不断地追击后才发现它是航空母舰 之后由于阿布骏雄指挥失误 导致遭到涉水渔号的四枚鱼雷精准打击 最后海水汹涌地灌输信农号舰体 信农号于1944年11月29日 10时57分沉没 其实这一切都因当初的仓促 水密隔舱的舱门并没有水密称点 各种管道舱壁也没有密封 如果这些都做了 信农号完全可以避免沉没 毕竟四枚鱼雷不足以使航空母舰沉没 本期的世界之岁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关注哦 请按赞分享订阅